有视频显示,兴建起飞过程中,一堆碎片被炸飞到420米外的墨西哥湾 而发射场的照片显示,兴建起飞后,发射塔虽然依然矗立,但发射台受损 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坑,有美国媒体报道称,这个坑约有7.6米深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上承认 发动机加速时的力量可能摧毁了混凝土结构,而不仅仅是侵蚀它 据了解,兴建结合体总高度约120米,包括底部70米高的超重型推进器火箭和顶部50米高的飞船 超重型推进器火箭是迄今全球体积最大,推力最强的运载火箭,配备33台猛禽发动机,可产生最大7000多吨推力 由此,兴建理论上可单次运送250吨载荷和100人前往火星 但有专业人士指出,兴建的发射台既没有像其他大型火箭发射台那样,使用冲水散热系统用于冷却,吸收冲击波和声波 也没有导流槽疏到炙热的废弃,它的主要受损部位位于下方火焰冲击地面的地方 马斯克在20号的试飞后说,公司之前曾打造了一个放在发射底座下面的巨大水冷钢板,但未能如期完工 工程师错误计算后认为,即便没有这一钢板,发射台也能承受兴建起飞时的冲击 对此,有专家认为,兴建体积如此庞大,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起飞 在此期间,33台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可能会融化缸 即使能解决这一热能问题,也无法完全解决冲击波问题